哈囉大家好我是君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很久沒有介紹的時尚101啦 那今天要介紹的主題呢 就是老前鋒 這個老前鋒呢不是就是 固然高手那種打球的那種前鋒 Old Money 老前鋒 那這個 Old Money 在歐美最近是非常非常的火候 不管是從TikTok啊或是Instagram啊 實際上一直火火火火 也火到亞洲來 那原因呢就是有一部美劇叫 然後叫做繼承之戰 那這個繼承之戰裡面呢 非常有錢的這個 Old Money 呢 他們呢裡面所穿的衣服 那看起來呢好像非常的簡單 然後非常的低調 但是其實每一件呢都是非常非常貴 那種就是買不起的那種狀態 那既然有老前呢 想當然而呢就有薪錢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老前呢跟薪錢到底有什麼區別 那所謂的老前呢就是代表 已經付了非常非常多代 像英國的啊跟美國的老前 它的定義就又不太一樣 那舉例來說呢最最最最最 最著名的老前呢就是 英國的皇室 那英國的皇室呢 他們就是從好幾代以前 就非常非常的富有 除此之外呢 歐洲老前的定義呢 不管就是有貴族的階級啊 或者是擁有多少土地跟庄園啊 那這些東西就是拿來定義為 你是不是老前 那美國呢因為沒有這些 皇室貴族這些東西呢 所以他們的老前呢就是指說 就是很久以前的祖先呢 然後賺了很多錢 然後一直溜溜溜溜到後代這樣 然後到現在就一直 他們還是都非常的有錢 首先呢譬如說 美國最知名的兩個老前的名字 大家都一定有聽過 首先就是 Rockefeller跟Ruthschild 這些人呢也都是從很久很久以前呢 就已經開始非常富有 那這些老前們呢 他們不只是名門貴族啊 可能會有政商名流啊 這些人都有可能 那新錢有什麼不一樣呢 新錢呢就是指說自己這一代呢 所累積的巨大的財富 那新錢這些人舉例來說 不乏有運動明星啊 演藝人員啊 科技巨頭啊 甚至呢是 譬如說你這種樂透也都算是新錢 不管總歸來說呢 老前呢還是新錢 那他們就有俗稱的一句話就是 Today's all money is the new money yesterday 就代表說不管是老前還是新錢 他們都是有新錢的時候 那我們剛剛講完了 如何分別all money跟new money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講講 他們穿衣服呢有什麼不一樣的風格 還有他們的想法跟概念有什麼不同 那所謂的all money呢 他們是非常喜歡傳統的一個群體 首先他們度假呢要住在哪個resort啊 然後他們的車子要開哪一個品牌啊 這些東西呢都是就是傳統 就是延期下來之外呢 他們還會去上一樣的貴族學校 然後在這個貴族學校呢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認識更多不同的all money 他們就會互相的聯姻啊 互相的交流 然後建立人脈 所以這個all money 他們喜歡把自己的所有的source呢 放在一起 然後延續傳統 這樣他們才可以一直把這個財富 那個延續下去 那new money呢 穿衣風格可能就比如說是 新的一季的衣服一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就是買 那就是比較喜新厭舊呢 或者是他們的衣服呢 喜歡有一些logo 比較鮮豔的樣式在上面 然後才可以展現出他們個人的這個形象 你會覺得說就是all money 他們雖然很低調 然後穿的衣服就是很貴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奢侈 那這些all money呢 他們並不是說就是 噢我要花很貴的錢去買一件衣服 而他們的想法是說 今天呢就是我要節省 這很奇怪吧 你買一件衣服他如果穿二三十年的話 他可以勝過就是 你一直不停一劑一劑的在買新的衣服 所以他們為什麼就是要挑一些非常簡約 非常低調的款式 這樣他們才可以一直一直的穿它 好比來說你可以看到 英國皇室的凱特王妃啊 就是威廉王子的老婆 他其實呢就是會把相同的衣服呢 一直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裡面穿 所以呢他們會覺得說 今天我買一個好一點的 然後這樣子我可以一直一直一直使用它 這樣才不會浪費 相反來說 new money可能就會喜歡 就是新的款式啊 推陳出新的一直在改變 或許他會喜歡比如說 Gucci啊 或是Dior啊 或是Fendi啊 這些牌子 有老花紋的牌子 去展現出他說 噢我有錢 這樣子 那他們比較不會單單只會去享受說 噢這件衣服呢 對給它帶來的舒適感 它的質感 還有它的使用的長久度 相反他就是比較會想到 如何可以鮮明的表達自己個人的形象 透過這件衣服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拉回到時尚業力來講這個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品牌叫做 Bernano Cucinelli 那Bernano Cucinelli的這個品牌呢 它是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那俗稱呢 羊絨之王 那我自己個人呢 是擁有他們家兩件的衣服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擁有的是一件襯衫 還有呢 一個這個單名的褲子 那這個襯衫呢 我就不得不說 他們這個質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很喜歡買襯衫 但是只有他們家的襯衫呢 就是洗過了以後不會皺 為什麼不會皺呢 就是因為它裡面的材質的關係 細心的就是它在這個領子的後面呢 做了一條像是 比如說Chanel他們下面的下白那種鏈條 所以呢當你在穿它的時候呢 你的領子就是會非常的硬挺 然後不會垮掉 就算洗過再多次 它都還是這麼這麼的挺 褲子呢這個是一條單年的牛仔褲白色的 那他們這條褲子呢 也是穿起來非常的服貼 然後材質呢也非常的硬挺 非常的舒服 也非常的輕服 就你會覺得很神奇 就是雖然它的衣服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就是穿起來就是感覺不一樣 那我們要在介紹這個Brenetta Guginelli之前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贊助商SAMORGA 那SAMORGA呢他們的內膽包呢 相信大家都聽我介紹過很多遍了 不過呢就是非常的好用 他們家內膽包呢 放在各種不同的包包裡面啊 保護你裡面的內裡 還有你可以就是更好的organize 裡面包包的東西 如果使用君君的折扣碼呢 可以有君君20OFF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逛逛喔 我們回歸正題 Brenetta Guginelli 的這個人呢 以前呢其實是學建築的 那他就是從這個工程學系 措學了之後呢 他就發現 養絨這個東西呢非常有趣 然後他就開始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染色技巧 那就他就在1978年的時候 用了550塊美金的貸款呢 開了一間食品不到的工廠 那Brenetta Guginelli呢 他就是用這個羊絨的材質 那以前羊絨 大家可能想說就是比較簡單的顏色 但是因為他呢這個技術呢 把他變了就是很多的顏色呢 所以在衣服上面可以有更加多的變化色彩 更加的豐富 那就是因為這個樣子呢 所以他的名聲呢就 穿開來然後越來越小亮 那7年之後呢 他就把他的整個公司呢 搬到了他老婆出生的home town 叫做Solomel Solomel這個地方呢就是一個小鎮 那這個小鎮呢人口就也不多 但是因為他搬到這個地方 他就創造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機會 好像有20%的人呢 全部都是Brenetta Guginelli工廠裡面的員工 大家都知道很多品牌 他們都喜歡把labor比較便宜啊 或者是地點比較便宜的地方 但是這個Brenetta Guginelli呢 他的想法是說呢 讓這個小鎮呢 會有更多新的purpose 那他其實會這麼做的原因就是 講到他這個品牌本身的理念 因為他當初呢 看到爸爸自己在工廠工作的時候 非常辛苦 Maybe 是就是老闆可能要對他不好啊 或是家事的工作啊 所以呢 Brenetta Guginelli這個人呢 他就非常的注重就是人文價值 因為他就覺得說 今天你要把人護好了 你才可以把商品給做好 對於員工的尊重 還有人跟人之間的互相尊重 是經營企業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他會禁止員工呢 在休假的時候就是看郵件 然後每天工作呢 不超過八個小時 然後也不可以加班 所以因為這些理念呢 就是讓這個Brenetta Guginelli這個品牌呢 又在很多的服裝品牌裡面 Stand out出來 那他們家的衣服呢 主打就是比較休閒啊 比較輕鬆啊 然後比較簡約的款式 所以他的衣服呢 其實一下子呢 就受到很多科技巨頭的喜愛 不管是Mark Zuckerberg啊 或者是Steve Jobs啊 或者是Amazon的老闆 那個Jeff Bezos啊 這些人呢 他們呢都非常喜歡穿他的衣服 甚至呢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這些老錢們啊 這些貴族們 都很喜歡穿他們家的衣服 有些時候你選擇一個品牌 並不是因為他非常的流行 或是非常多人穿 而是因為你真的喜歡這個品牌 然後喜歡他的質感 然後他想傳達的一個精神 或品牌背後的理念 就好比Zuckerberg呢 有一次後呢 他就在Twitter上面po 就是他第一天上班 然後就拍出了他的衣架 大家說我應該要挑哪一件 那其實裡面全部都是灰色的T恤 跟那個灰色的外套 那他們說呢 這個Mark Zuckerberg的衣服呢 也都是呢 跟Bernardo Guzzinale所訂製的 還有賈伯斯啊 他的這些黑色T恤呢 都是1989年到1990年這個年代呢 然後是透過Bernardo Guzzinale 訂製給他的 那就因為這個老前鋒的風潮呢 就讓Bernardo Guzzinale這個品牌呢 在2022年的時候就開始起跑 然後啾一下子就是 他們的銷售業績就奔向了就是顛峰 那其實很多現在時尚的品牌呢 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喔我要就是有很多的那個秀 Runway 然後就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然後這樣大家就可以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他們就可以賺非常非常多的錢 那有些時候你東西出得很快 你就會忘記說 喔今天我們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在產品本身去製造它 然後去創造它把它做出來 雖然我沒有他們家很多的衣服 但其實他們家的衣服的風格就是 蠻多都是我可以接受 就雖然可能穿起來就是比較成熟 然後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我就覺得這些衣服也就是穿起來舒服嘛 然後年紀大就會覺得衣服要挑的舒服 不能穿一些不舒服的衣服 我覺得我們不要就是因為 就是這個老前鋒現在很流行啊 所以我們就一昧的去推崇老前鋒這個Style 我覺得可能是要比較回歸就是 人本身的想法 到底是想要穿得像老前鋒 還是你想要回歸到這個老前鋒的本質 就是這衣服的本身是因為它可以穿很久 質料很好 永續的就是一直在使用它 那因為其實時尚這種東西呢 其實就是非常的需要創新 所以其實這些其他的品牌呢 他們一直不停的在創新 用新的fabric啊 新的技術去做衣服 這些東西呢 都是一些就是experiment 可以讓時尚更不停的在往前進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就是缺一不可 但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昧的去追崇老前鋒 而不是真的去買 就是所謂老前鋒這些品牌的衣服的人 他們買的東西呢 或許就是質感沒有那麼好 比如說筷石上的東西 因為老前鋒流行的筷石上就會做 筷石上這些東西呢 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against的 因為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買 像Zara、H&M這些品牌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這些衣服呢 製造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那因為價格很便宜 大家會覺得說沒關係 反正他價格很便宜我就買 買了以後回家 可能有些人根本就忘記自己有這些衣服 或者是標還沒有拆 他可能又不能穿了 或是放太久了 就是質感不好了壞掉了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會馬上就把這些衣服給丟掉 快時尚呢製造地權環境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垃圾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非常不推薦大家 就是繼續再買快時尚的東西 因為我這就是覺得就是我想講的 就是為什麼老前鋒會紅 我覺得要去想說他的原因在哪 這些衣服呢 他可以穿這麼久 就會讓你不會一直買新的衣服 製造出垃圾然後丟掉 回歸到商品的本身 你要去怎麼樣去讓他永續的延續下去 而不是去一昧的追從就是時尚 建議大家就是衣服呢就是買好一點 不要多就是好的 不能說很多大品牌就是一直在處他們的質感不好 而是說我覺得你們要買衣服的時候 就是要這些衣服呢 不要為環境帶來太多的傷害 那今天呢就是我所介紹的 時尚101 Brinello Guginelli的時尚故事啦 有問題的朋友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告訴我 那你有什麼問題或是你有想法的話 我都會盡量可以回覆你 記得要訂閱君老師的頻道 這是給我最大的支持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